他好像一樣顏色比上樓 哈囉大家好 看看我們 超級大來賓終於來了 我跟你講 敲這位的檔期 敲了7天 終於敲到10分鐘 完全沒有誇張喔 我今天大明星很忙 媽媽現在真的是累到不行 歡迎來到我的 CHINESE NEWYEAR VLOG 第一集 那這一系列希望 是會有五集 就是希望可以陪大家從除夕 然後特別節目 除氣初一 初二 初三 初四 希望只有五級 但是你知道我們現在每天的生活就是跟著媽寶 就是跟著寶寶 對 錯錯了 就是跟著寶寶 所以不是很確定能不能真的每天按時上傳 但是我會盡量 就是如果有兩天加在一起的會比較好看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演藝天上 對 你可以每天寶寶做不一樣的事情 Vlog 1 洗澡 Vlog 2 壞尿布 Vlog 3 餵奶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做一個開場 因為大家還沒有見過我們的小Benny 我知道 她現在正在另外一間睡覺上兩個比較小心一點 好 時間很寶貴 那我們先來訪問一下 大家應該一看就有發現我們的媽媽非常非常的累 就是所有人見到第一句就是 欸 你看起來真的很累 你上個禮拜可能整個禮拜加起來 有沒有睡到十個小時 就大概四天以內睡八 九個小時吧 天哪 就是因為第一個月的時候還有月少幫 對 所以那時候還在天堂 就是 欸 交給你了這樣 就還可以休息什麼 可是月少過以後 然後開始自己就是 沒有 Kevin 媽媽 對還有 Kevin 媽媽 然後從 Kevin 媽媽 然後到我們這一段中間 當他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他要line我說 他只睡了一點五個小時 所以是躺在地上 就是趴在寶寶房間的地上上睡 對啊 真的真的累到那樣 就是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們說 到底就是怎麼了 但其實就是 新生兒 對 就是因為他比較睡得不常 他睡得不好 對啊他其實就是 他 你可以講上 不行的話 我ok 好想看我 我想說你現在不想 沒有辦法思考 腦力很有心 我現在其實常常會講錯話 對 我擦酥燒啊 擦酥燒呀 沒有 因為他寶寶現在晚上 他只睡 他就吃 換尿布大概半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之間 然後呢 睡兩個小時 又起來 所以他晚上睡不常 其實照他現在 八個禮拜大 他應該晚上可以睡六到七個小時 這麼久 嗯哼 有一段可以睡六到七個小時 但是他 他就是 很準時 我們叫他小鬧鐘 小鬧鐘 他就是反正吃 換完尿布 然後三個小時以後 馬上就起來 準時起來 真的 你看著時間他就開始 所以我們就有 一直試著把他的睡覺 這樣子把他拉長 問題是你要把他睡覺 拉長 那是你自己要在那邊拉長 對 他不會自己拉長 他在睡你還要在那邊 哄他半天啊 所以反而你睡得又更少 而且他重點是他很難哄睡 對 就比較 比較難哄睡 我知道大家都很熱心 都會說 會不會是什麼 我跟你講 這位小姐已經坐過 你買了幾張床 我讀過好多書 我已經上過online的 like video course 欸連我來三天 我的google搜尋 全部都是 你要給他們看 全部都是 對我現在截圖 為正 寶寶為什麼幫你睡覺 寶寶為什麼會不舒服 那其實這也算正常的啦 很多小孩子就是 他們還沒有學會要怎麼自己入睡 所以你就要幫他 教他這樣子 而且我們覺得 最大的應該是 他有那個長腳痛 就是 脹氣這樣 因為小孩子不會用力 所以他不知道怎麼 他們的那個 digestive system 對還在發展他的 腸胃系統 加上我們家都是 爛 就是真的我們家的胃都不好 Kevin也是啊 他懷孕的時候就是都脹氣 我今年開始 大脹氣 所以我其實也很擔心 就是真的很不舒服 那種感覺 小朋友一定就是會 想小寶寶 他根本講不出來 他自己不能打嗝 放屁跟什麼都 他都蠻有困難的 所以看了也很捨不得 就很心痛啊 看他在那邊 他這麼痛 你也沒辦法幫他 你自己在那邊 會默默的哭 但是真的是 為了讓他睡長一點 我們已經試過 但還是很歡迎大家 你們如果有什麼方法 因為那天有人 推薦我們一些包巾啊什麼 其實我們也都有在試 只是就是真的每個小孩 我們家裡大概有五個包巾吧 五種不一樣的包巾 所有那個 Amazon平台最高都買 然後他睡覺的床 也有大概四五種都試過了吧 所以他還跟他朋友 借了一個 我等一下超高級 我等一下拍給你們看 他是一個 有點像Apple的那一種 智慧的床 然後他裡面有很多 小的麥克風 他只要暫時到寶寶 開始哭了 他就開始 哇搖晃 他有分等級 小哭中哭大哭 然後他就越搖越大 然後就是讓你可以 前面那段不用馬上去把它抱起來 這樣 他不喜歡 對他不喜歡 結論是要還人家 他不喜歡 還好沒買 超貴的 對啊 所以這幾天真的 真的不是我們故意不po啊 不拍story啊什麼 我跟你講我上個禮拜 我根本完全不敢 對 我們三天幾乎只有一次出門 1.5個小時 我們只有我媽 第一次 有辦法在1.5小時內 去兩家超市 崩跑出去 然後趕快趕快趕快 對他第一次都跟在車子旁邊 我完全不敢走掉 我完全不用去找他 天啊 都不會每次都這樣 而且那前三天 就是他跟凱文加起來 所以都不到四五個小時 對啊 然後每次因為 他們為了要看寶寶在房間裡的狀況 就會有那個App是 他們有一個攝影機 然後還有聲音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為了想幫他 我也是每個小時都起來看到 你每個小時看 你以為是放一張照片在那 沒有 他從頭到尾都是抱著他 這樣在那邊 他那個時候就真的是不睡 但現在就是在訓練他 盡量可以不要搖 不要抱 自己睡著 對啊 但畢竟 還是有一段距離 對 我們還在努力當中 尤其是這幾天在LA 又下大雨 所以真的就沒有出去 就每天在家裡就是 餵奶打個壞尿布 哄他 所以餵奶打個壞尿布 哄他 但真的其實時間過得還蠻快的耶 就比我想像 有嗎 但是 對啦 還說他剛剛一個半小時 換了四個月 對 他快崩潰了 好像尿布不用錢是不是 就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換四次大便的尿布 天啊 好狂大 沒有啦 重點是辛苦不會辛苦 但是寶寶他很健康 對 他長得還好 長得都鹽嘟嘟 對 他本來超瘦 對他可能很瘦 因為比較小 他現在都有肥肉文 你們過兩天啊 因為我有一些已經拍好的畫面 欸等一下就帶你們去看他 等他冷靜一點 等他起來舒服的時候 對 那我們今天 因為我跟妳講 我們現在是一個開場 然後加上今天 我們抓到時間拍片已經是晚上 7點多了 7點半了 7點半了 前面是空白的 所以我們要用這一段晃過去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再訪問 我跟妳講 我那一天就是 光是發那個現實動態說 就是 欸妳從哪裡通常有一個頭髮 好不好 沒關係 沒關係 這是real life 對 媽媽她現在 她今天難得有時間化底妝 就是眼線已經就是放棄了 我的眼袋都有眼袋 眼袋 我的眼袋都長眼袋了 而且她的雙眼皮一定變 但她就叫我說 我跟你講 妳要怎麼知道她變媽媽 這是第一次我從台灣來 她完全沒有叫我買化妝品 一個都不用 不用化妝 每天在家 每次都是幫她買睫毛膏 眼線那些 我想說 我這一次想說 欸奇怪 因為完全沒有在化妝 完全沒時間 都在家幹嘛化 對 我就說她可以做一個 就是新手媽媽快速妝 三分鐘解決 因為弄一下concealer就OK了 就解決了 就沒有 就已經很不錯了 而且我唯一幫她帶的 就是一個雙眼皮膠 因為她的眼皮已經多層到 她們不知道黏在哪了 對啊 對啊 今天還算好 上個禮拜的時候 真的是 就是眼皮膜 真的是 一大小 媽媽們真的是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你真的 你都會聽說 人家都會跟你講 Oh it's so hard Oh you're gonna be so tired 然後你就 Oh yeah yeah ok ok No Let me tell you 而且家長 Go call your mom Tell her you love her Because 媽媽 真的很辛苦 真的 而且就是加上我解班 就是一個比較有控制欲 跟喜歡把所有事情 Plan出來的 你們之前也看過 之前也跟你們講過 他每次就是到哪裡到哪裡都一定要 我跟你講這種人碰到寶寶就是 沒辦法 就是瓦解 真的如果有人跟我個性一樣 就是很喜歡 Be in control 很喜歡schedule 很喜歡plan 很喜歡有找solution 然後有progress 如果你跟我個性一樣的話 那我就要勸你 真的是當 放寬心吧 這個要transition到媽媽 真的是很 就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寶寶完全不在意 你要plan什麼 你要control什麼 你要control什麼 你沒辦法control他 對沒辦法 你只能跟著他 你不能force他去做 他還沒有ready去做的事情 所以這樣子讓我要 you know learn a lesson 就是要 不能這麼control 要放輕鬆一點 然後要 比較accepting 然後 be patient 要有耐心 真的考驗耐心 真的是考驗耐心 還在growing 而且因為這樣 所以他前半段 還想不開的時候 就很容易陷入憂 就是我就終於理解 為什麼會有產後憂鬱這件事 因為真的是 太不一樣了 就是完全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你什麼都沒有辦法控制 然後你自己的狀況也很差 我們兩個都同意 就是現在你如果想要讓一個人 最容易的方式讓他發瘋 就是不要睡覺 真的是不要睡覺 你整個情緒啊 你的emotions啊 都是會 就很like 就很raw 對 他前陣子就是 一下就會莫名其妙 然後就原來就掉下來 可是酷 因為這真的覺得很無力啦 對 就是你會覺得你好像 做不了什麼的那種感覺 因為這是一個完全是一個 新的job basically 我工作了十幾年 他就說 我覺得上班很簡單 上班超簡單的 I know what I'm doing I know what I'm supposed to do I know how to do it 這個當媽媽 completely different 而且每個人 都有自己的意見 對 每個人自己的意見 也沒有人說 很多人這樣子做 那樣做 沒有人是錯的啊 但是你要找出你自己最 尤其是碰到可能自己的家人 當他們跟你講 每個人都有意見 然後尤其是你又上網路上去查 Oh my gosh 講不完 什麼都有 所以要怎麼在這麼多的資訊裡面 抓住 對你最有用的 然後你最可以信任的 那你到處 at the end of the day 這是你的child 你要怎麼採取你的決定 But I just wish someone would tell me what to do 就是希望都有正確答案 為什麼這個baby沒有那種 instruction manual 就欸忘了父是不是 哭的時候有拿幾個 哭的時候要這樣好 懂了 but no we're still just so happy because he is just a little miracle I think he's the cutest baby in the world of course 當然 這個很可愛 等一下你們看就知道 超級可愛 of course我是他媽媽 of course I think he's the cutest baby in the world but yeah we just love him so much 所以希望 因為現在是兩個月嘛 嗯 所以其實在三個月前 真的是很辛苦 我就說我剛剛講的時候 我那天發完那限制動態 哇一群媽媽爆動 全部都說自己 喔我前六個月也是想 每天想撞牆 喔我也是每天哭 每天都是受不了這樣 真的 所以希望 接下來在三個月後 會好一點 但是他一對你這樣去笑 你笑的話 你就會這樣 沒關係 你可以噴 他昨天 打嗝打到一半 又咳嗽什麼 看他打就打到 呃 然後就噴到我眼睛裡面 然後剛也是患尿過 喔剛尿尿尿到我身上 嗯 真的 它是喝母奶的 好像 好像 好啦 所以 這幾天大家就提亮一下 我們可能 畫面啊 跟就是 活動可能不會像之前那麼多 我們光是今天出一次門 我還要打仗 真的是打仗 我們現在 準備就要準備一個小時 帶一個背包 然後呢 所有的家事都要多帶一份 奶粉 奶瓶 奶嘴 然後呢 車子 拍背景 兜兜 什麼的 我就說我是來實習的 真的是 就是intern 他來都是煮飯啊 洗碗啊 然後幫忙帶 baby 然後我們 因為他就叫他是 housemaid 就是在家裡幫忙 打掃啊 煮飯 那我就叫他 house maid 好幽默喔 好幽默喔 所以就是這一次的vlog 哽咽 這一次 這一次vlog就會 真實的呈現 就是這整個過程 所以 大家就把這些當作娛樂吧 那就 預祝 今天他們看到的時候 應該是出戲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等一下就帶你們去看 小Benny 因為我知道可能很多人都要把這段快轉 直接要看後面 好那我們就 明天的vlog再見 bye 吳